台东航空站于7月27号下午办理场内空难灾害防救演习 模拟一架载有旅客17人、机组员2人的飞机 使用跑到进场时因不明的原因起火燃烧 接获塔台通知后 航空站航务组及消防班立刻出动进行抢救任务 并迅速整合地区的军警、消防及各医疗救难慈善单位 从通报、消救、救护、连外交通管制、伤患后送、罹难者安置、事故现场保全、善后处理及新闻稿发布 整场演习于40分钟内结束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